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在聖誕節的前三天 美國參議院他通過了 一個1.7萬億美元的一個法案 他的法案裡面的法案有多少 項目有多雜 連美國媒體都形容他是 就是一個公測裡面 什麼樣的人都有 什麼乘客都有 他有基礎建設 有醫保 有國防 有園屋 園住烏克蘭 還有晶片 槍支管控 這些全部都有 那這一些 為什麼要擠這通過 因為明年1月 就像亮哥講的 這種醫院就要換人座了 那個園屋的450 就塞在這個裡面 對 就塞在這裡面 所以明年1月就換人座 顯而易見 明年開始 兩院的紛爭一定不斷 這代表什麼 代表明年開始 拜登開始跛腳 所以他今年把這些法案 都通過以後 明年其實沒什麼他的事可以做 因為今年兩院 兩個政黨 他都已經把它喬好了 大家都嘻嘻哈哈的 可以去過聖誕節了 好 我們回來 剛剛亮哥剛剛講的 如果俄烏想停火 俄羅斯他會找誰 應該是中國 目前看來應該是中國 美德偉夫他都去中國 然後拿了普天親比性 然後他也講了 我們的和談 可以有 就是可以開始 然後可以有一些條件的開始 然後他也講說 這次的會談來北京 大有必義 我相信他所想要的東西 應該有拿到 那麼來看美國 烏克蘭這邊 烏克蘭誰可以讓他停火 目前看來也應該可能是美國 可是從明年開始 拜登開始跛腳的時候 他不只在美國的影響力 開始下降的時候 顯而易見他在西方國家中 他的影響力也會逐年下降 開始遞減 烏克蘭為什麼會相信他 他能代表出來幫忙喊停火 所以我覺得此消彼長 此消彼長這個狀態 對於明年來講 我覺得還是會有問題在 好 來 過了這個十點鐘 我來感謝一下大家的斗內 來 從今天節目的一開始 哎呦 明期視恢復 今天第一名了 謝謝明期視 好 朋友的斗內 斗了兩次 另外謝謝袁田宏 田宏感謝您 您最近也是每天都有斗內 非常非常感謝 還有謝謝田宏 袁田宏 加入我們的正常發揮會員 歡迎我們又有一個新會員了 大邦鼓鼓掌 感謝 還有阿美姐姐 謝謝你的斗內 每次看到這隻可愛的狗狗圖像 我都心情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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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另外 茗玉 這也是每天固定斗內的好朋友 還有Liloman Liloman 是嗎 一位很帥氣的大哥的頭像 感謝您這個港幣的斗內 非常非常的感謝大家 好 來 我們繼續 我小補一下 來來來來 共和黨213席只去了86個 共和黨只去了86個 一半不到 一半不到 幹得好共和黨 我只能這樣說 來 我們繼續往下看 不要說美國在搞分裂自己 我跟你講 你美國做的事情 看在烏克蘭人的眼裡 也知道你在搞什麼鬼 你連我的國家都叫錯 英文聽起來沒什麼差別 中文翻譯差很大 這個我們有商拍對不對 有 來來來 聽一下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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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拜登總統來說 支援烏克蘭 是為了天王心的人民 他又講錯了 好 來 他說 我們數十億的預算 要像這個烏克蘭人 可能發音很像 他這個K的音沒發出來 可能卡坦 年紀大卡老坦 變成天王心人 當然就被很多網友 不斷的嘲諷 不斷的酸 然後另外 他叫錯烏克蘭不止一次 來國心自文烏克蘭人 又講成伊朗人 連續兩天口誤 把俄乌衝突的 這個烏克蘭說成中國 然後俄羅斯撤軍赫爾松 拜登口誤說 伊拉克戰爭的城市 又有口誤 這次拜登把烏克蘭說成了 俄羅斯還有匈牙利 好 除此之外 各位 長征九千公里到白宮 澤倫斯基 就像剛剛亮哥說的 其實根本是一場失敗大秀 而且雙手空空 昨天我們給大家看了這一段 訪問 很多觀眾朋友可能沒有看到 我今天再播一次 你來看看這個現場 有多尷尬就好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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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两个原因 一 它有一个整个与会 那是重要的保护 保护和 Ukraine 而是想让 Ukraine 材料是有些不同的 从已经有可能会有的 会有一个估计的 破装 NATO和破装 和其他人的余裔 我和其他人的经济 我将不会告诉你 但我花了几百天 我們昨天說了 這個烏克蘭的記者讚 拜登總統 你為什麼不能全給啊 我們要很多東西啊 你只給愛國者幹嘛啦 愛國者是可以衝三小朋友 沒有用啊 不能打啊 只能防啊 而且我們的S300已經被打光光了 你給我愛國者 各位我今天才知道 你知道訓練烏克蘭軍人使用愛國者要多久嗎 差不多九個月啊 我還等你九個月學會再回來用 烏克蘭就被打成蜂窩啦 記者問得好 昨天我也說了 拜登總統說 我不給有原因啦 是因為 我怕害到你們北約啦 你們歐洲每種不敢打第三次世界大戰 為了北約跟歐洲的需求 所以我不能全部給你 各位還真的只給愛國者 你往下看 責任司機的顧問就在推特上面寫 我們希望獲得的斯南大理由什麼 有坦克有戰車有愛國者還有戰術飛彈 就其實他只拿到愛國者飛彈 就真的只拿到愛國者飛彈 然後再往下看 拜登零秒出手要在眾議院跛腳之前通過1.7兆的法案把450億對烏克蘭的軍員打包進去混著混著就想過關 但抱歉啦 這個共和黨的這個眾議院領袖麥卡錫馬上是議長了已經說了 我們要緊急召集這個黨員見面 避免在聖誕節前通過大規模的綜合支出 各位這個法案必須在12月24號0.00前要投票表決 現在共和黨可能沒打算讓他過 所以哲倫斯基你大勞遠跑來拿了18.5億 可是你要的那麼多東西只給你一點點愛國者 還要等很久才能用 然後450億我先告訴你可能根本不會過 我跟你講過了撥款的時候還可以再撥 還可以再撥一次 來大使 這個其實現在可以看出來了 拜登事實上他邀這個哲倫斯基是有目的的 哲倫斯基事實上他當時也考慮了三四天 那是拜登跟他通電話的時候拜登提出邀請 他討論三四天後來答應他說要去 那去的話當然就是一場秀啦 我覺得這場秀除了給這個國際社會看以外 主要還是做給美國社會看 那故意要營造一個非常感人的 而且我覺得比較有一點這個演過頭的 就是那個裴洛西講說這場演講可以媲美那個 邱吉爾 足別林變成邱吉爾 我覺得那個簡直就是不倫不類 笑話一下 他把那個兩個不同層次的 把他拉到這個高層次 可見他多想把這件事情的位階拉高 那不過剛剛講這些 其實美國不同的媒體一直就在報導 共和黨對這場戰爭是有意見的 共和黨是有意見的 那我覺得就是說這個整個新的國會出來以後 真的這個 哲倫斯基爾他自己他也要 他自己要有一個衡量 你沒有美國的支持的話 你這場戰爭絕對打不久 當然 絕對打不久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場戰爭可能 正在面臨變化 正在面臨變化 而且現在反過頭來就變成是 在考驗美國的意志 因為俄羅斯這兩天 事實上雖然他也是一樣學拜登 所以這個 跟帝國主義國家搞久的國家就會這樣 他口頭上也就是說我要和平 我要和平 可是打得更狠 出手打得更狠 這就是 長久被帝國主義欺負的國家 他自己也非常了解 就是這些招數 所以他用同樣的招數 我覺得就是說俄羅斯 因為 郭委員一直講 下個禮拜三 他有重大的宣布 重大的宣布 好緊張 不過前兩天的時候 這個俄羅斯的防長 他已經宣布了 他這個 新的武器都到位了 而且都是核子性質 就是他們核三位一體啊 沙爾瑪特 要求實現啊 沙爾瑪特 洲際代表非常到位 然後新型的核子 戰略前提 導彈也裝到戰界上面了 通通到位 對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俄羅斯 我覺得以普丁的做法一定是強 可是嘴巴講的是核 那動手動得強 我覺得 美國跟烏克蘭都做成這樣的 你要俄羅斯裝熟嗎 說好那不然我們來談我好怕 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這倒是我覺得 就是說美國跟烏克蘭啊 能玩到多時 我覺得喔 他們不可能有俄羅斯這麼死 因為到底這種戰爭史 俄羅斯是賜主 美國只是躲在後面而已的 他的空間大很多 俄羅斯是沒有空間的 美國說實話 看到不行的話 那就把哲倫斯基就賣了 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你可能跟阿富汗一樣 對 非常可能的事 而且基本上這場戰爭 最後結束的話 應該就是停火而已 應該就是停火而已 而且就是說 讓哲倫斯基手上沒有子彈的時候 他就非停不可 所以現在我覺得 基本上這一次我覺得 最難解讀的就是 梅德韋傑夫跑北京這一趟 我覺得我就看不懂這一局 你知道 會不會就像剛剛亮哥提到的是 要先跟中國溝通一下 他們接下來的軍事動作 我覺得中國大陸一定是 聽到某些情報 所以先問一下 因為梅德韋傑夫比普丁還強硬 你知道 是啊 他更硬派 他更硬派 沒錯 不過我覺得這場戰爭裡面 大陸的基本立場已經講清楚了 就是說我是組合的 可是呢 這個也是做的 表面說的一套 事實上的話 中國大陸對俄羅斯各種採購 石油 糧食各種的採購都增加 那這個是經濟上 給這個俄羅斯 給普丁輸血的話 而且還有很重要 就是後續的承諾 因為你能夠撐住俄羅斯的經濟的話 普丁就有底氣把這個戰爭繼續打 而且繼續升高 那這個現在能夠讓普丁有這個底氣的話 環顧全世界 只有習近平 我普通應該接大使 習近平跟美德維杰夫見面 習近平說 希望各方 克制開展全面對話 透過政治方式解決問題 美德維杰夫怎麼回應 他說 烏克蘭危機事出有因 十分複雜 那俄羅斯願意通過和談解決命令的問題 就這樣 他也沒有進一步說 這是表面上嘛 試一下講什麼 那也知道耶 那我也小補一下 裴洛西類比為邱吉爾的國會演講 這個類比是非常災難式的 因為邱吉爾去美國演講之後 不久美國就參戰 是 是 我們昨天就在講這個 美國就參加二戰 他是在那個 邱吉爾應該是在轟炸珍珠港之後去的 沒有 之前 之前 還呼籲選龍里水 對 對 所以 幹嘛 所以這不是兇兆嗎 對 還真是兇兆 不要誤會 是很兇的那個兆頭 來 鄭君 我是覺得 美國也不會把 德倫斯基比成 邱吉爾 那是裴洛西個人 這麼覺得 對 一個是演員 一個是真的 能夠抗住 倫敦大洪炸的一個政治家 那不同的是 不要講別的 連蔣夫人去演講 都比他強 對不對 所以第二個 我現在已經習慣聽反話 外交官 對不起啊 不是有對你冒犯 外交官 政客講的話 三個都在喊和談 那和談很容易 美國只要釜底抽薪 我不給軍員就 這個戰爭就結束了 美國只要叫烏克蘭和談 烏克蘭就會去和談了 你不和談 我把那個抽回來 當然 很簡單 這叫釜底抽薪 第二個呢 就是俄國得到吃了大力丸 大力壓下來 比如說中國願意介入 對不對 但是我真的觀察的是 下禮拜的俄國的重大 那個記者會講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估量 俄羅斯的傳統武器 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據說最近還跟北韓買武器 那個緩不及急 那一點點數量 像炮兵來講幾天就打完了 關鍵是他的戰術核武要不要用 還是說 俄羅斯參加聯合作戰 這是第二等級的 所以下一年等級 我再增加動員 所以這三個危害最可怕的就是 戰術核武要不要用 所以美國現在為什麼提450億 那個空投資料 就是拿來談的條件 我這邊也拉高 你那邊拉高 大家降溫 今天要美國垮的 只有說他真的參戰了 你像詹森總統打越戰的時候 開始只有一兩萬人 後來到68萬 打到自己就下不了台了 那是用政黨輪替一樣把它搞掉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最值得觀察是下禮拜 俄羅斯的態度 對 我們再來好好的觀察一下 好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來 你美國還在搞俄羅斯戰爭 但對中國大陸來說 除了支援我們的好兄弟之外 我繼續搞我的外交啊 我要賺我的錢啊 我們來看好布局中東經濟 各位這個好不光是中東啊 這個叫做習近平的中東大戰略 我們來看好第十三屆 中阿貿易博覽會在杜拜展開 先前在巴西波蘭墨西哥南非 也通通都舉辦過 上千家的企業一千五百個攤位 這麼多 現在對中國大陸來說 對不起我所謂的中東貿易大樞紐 不是只有中東 不是只有沙特 不是只有卡達 不是只有阿聯酋啊 是包含海灣六國 西亞中亞七國 非洲甚至南歐 貿易人口是超過十三億的 超過十三億的 對中國來說 他眼睛不會只看中東啊 而現在為什麼敢放野到南歐 因為連歐洲都在向中國靠攏 我們來看這十二月二十一號年度的記者會 匈牙利總理就講了 中國是最現代化科技的消費者 也是創造者 所以我們不跟中國合作 就會失去競爭力 然後德國總統 不是也打斷給習近平 也是呼籲加強市場資本 和技術的互補 一定要多多合作 中歐關係專家就有提到 這些交談都表明 德法對歐盟和中國脫鉤的消極態度 你要脫鉤 但我不要 那再講到馬克宏 現在也提到 歐洲需要在北約內更堅定立場 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發展自衛能力 重新思考我們的戰略主導權 那麼前兩天 王毅也跟法國的外長通話了 說法方看好 而且願意幫助中國 推進中國式的現代化 共同增進利益 應對 共同挑戰 各位 這是中國在做的事情 那是美國在做的事情 你看看這兩個國家 現在世界上做的事情差異有多大 而同時間 也傳出中國的企業 A股 氣美而且快速的進入歐洲股市 既然要合作 大家就來全方位的合作 比方你看看 澳洲現在 是不是就稍微抓住了機會 我們來看 近年來首個公開聲明 跟中國互相尊重 平等互利的主要西方國家 當然啦 到底澳洲接下來會怎麼做我不知道 但如果你願意 中國其實都願意放向成見 大家來好好合作的 不是嗎 跟他不一樣啊 來 曉曼 其實美國跟中國 我覺得美國是真的想跟中國談的 不管是之前他們的元首對話 或者是布林肯主動打給王毅 我認為美國是真的想談的 可是美國還是玩兩手策略 一方面想說美中關係要平穩 另外一方面又是美國 找其他國家來圍堵 像高科技的晶片 所以美國他玩兩手策略 他做任何事情 他都有他的戰略意義在 對 所以我認為 不管是美國他這樣做 或是中國他去開拓中東 或者是歐洲 那些他其他的方式 我認為他們兩個做的方式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後來的顯現效果會出來 那我剛剛在推特上面找一張 我覺得不應該說是好笑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個謊言一個照片 這照片是烏克蘭的國防部 在21號他發的 他說他們已經打掉了 殲滅了俄羅斯的第三千輛戰車 俄羅斯他總共不到四千輛的戰車 如果你殲滅了三千輛 那戰爭應該結束了 你戰爭應該結束了 你去美國是要做什麼呢 對 所以 他乾脆說要打進莫斯科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 或許是折羅斯基要有一場大秀表演 這是給他去提振他自己士氣 提振他自己精神的一個方式 對 所以我認為 不管是俄乌戰爭 未來要打還是要停 我認為兩方面的和談 應該是要盡快去實現 對於世界才是好的 這個節目最後要感謝千言 還在線上千言謝謝你 你加入了18個月的會員 還有美美 在最後呢 也對我們做了兩次的斗內 謝謝美美 謝謝千言 也謝謝所有的觀眾朋友 還是提醒大家 這個真氣冷 台灣的朋友注意保暖 在中國大陸的朋友 現在儘管疫情緊張 但別擔心 我們都是過來人 保護好自己 一定可以度過這個難關 晚安 拜拜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